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法基 习近平指出 感谢法基主席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行做出的重要贡献 非洲联盟是非洲联合自强的旗帜 中国一贯支持非洲联盟在非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 在中非关系发展和中非合作论坛事务中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 近年来中国同非洲联盟合作成果丰硕 在国际事务中沟通和协调更加密切 中方愿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召开为契机 同非洲联盟加强战略对接 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务实合作 拓展安全合作推进能力建设 中方坚定支持非洲联盟和非洲国家 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 支持提升非洲自主维和维稳能力 支持非洲联盟在跨国跨区域合作中 发挥更大引领协调作用 法基表示北京峰会成功举行 在习近平主席的引领下 非洲关系找准了方向走对了路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八大行动 同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 也将助力非洲联盟实现2063年议程 一定会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发展 非洲人民渴望幸福 没有和平与发展就不会有幸福的生活 中国已经赢得了非洲人民的心 非洲人民不会忘记 非洲联盟愿同中国和论坛非洲成员方共同努力 落实好北京峰会共识 造福非洲人民 非洲联盟致力于推进非洲一体化 反对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 愿同中国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合作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上述会见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5号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法基 汪洋对非洲联盟和法基本人 积极参与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表示赞赏 汪洋说 中国同非洲联盟及其前身 非洲统一组织 长期保持友好合作关系 近年来 中国非洲联盟关系全面快速发展 非洲联盟完全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愿与中方加强合作对接 增强非洲联合自强 一道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旺刚参加会见